可是现在在这个关键的时刻 大家再看俄乌战局又有变化了 对于俄罗斯领导人来讲 是否真的更加的不利呢 因为其实大家知道9月30号 当时普丁已经宣布了 是将俄军占领的乌克兰这四个州 将它纳入了版图 但在此之后 10月1号俄军就弃手乌冬的一个重镇 叫做利曼 利曼当然我们也把它用绿色的圈圈 把它画起来大概就在这个区域这个位置 而结果在隔了两天 10月3号 乌克兰军队在赫尔松推进了多达40公里 赫尔松就在这个地方 大家看到在地图在这边 所以当乌军看起来在赫尔松这里 有所斩获了的时候 那你想想看 是不是代表着说 情况真的是对普丁更加的不利了呢 那在这个节骨眼上 在SpaceX的创办人Elon Musk 他的表态又代表什么 不是应该在这个时候 他可能应该是对于俄乌战争 你就静观其变 那不也很好吗 但没有 他反而在推特上提出了四点俄乌的和平方案 包括一乌东四周在联合国监督下应该重新公投 还有二克里米亚正式成为俄罗斯的领土 再来还要第三确保克里米亚水源供应 以及四乌克兰保持中立 哦看到这里大家就很好奇了 你马斯克到底你在想什么呢 结果你看连泽伦斯基也讲话了 乌克兰驻德的大使也骂人了 好泽伦斯基说 你比较喜欢支持乌克兰的马斯克 还是支持俄罗斯的马斯克呢 而这个大使则甚至讲得更难听了 说滚一边去 是我非常外交式的回答 而他的原文用的是什么 是四 letter word 用了这个什么 off 大家就知道到底是什么样 反正是个难听的字眼 委员 这个马斯克去缴这一局 我觉得他错了 他做一个商人 去缴这一局 是吃力不讨好的 他可能以为我现在是马斯克大地 插一手提个和平方案 你们大家要赶快解决掉了 当然乌克兰会觉得说 搞什么 那是我的土地还要公投什么 公投不管是谁来办 都是不合法的 怎么不到你马斯克的公司土地上去办公投 说你公司交给我 他要的是这个东西 所以泽兰斯就会讲你以前在帮我多少忙 什么八千万美金一笔勾销 我当然是骂你嘛 八千万美金指的是说马斯克自称 他从帮助乌克兰以后呢 在星链卫星上花了八千万美元 他的说法嘛 德国给乌克兰多少钱啊 德国总统造成被泽兰斯基削啊 对不对 可是搞得现在这个 德乌关系是有点的很奇怪的一种 到底是好还是不好 没有人搞得清楚的一个状况 那你马斯克搞不清楚这个状况踩进去 当然会被修理嘛 然后再来说 他的所谓的四万个星链 他这个以后可能最大的损失者 为什么 因为俄罗斯哪一天回神过来 有空离你了 你那个在低轨道的四万颗的星链 他就派几个杀手微星上去 一颗一个蹦蹦蹦蹦蹦 都没有了 对不对 那不要花很长的时间 你以为四万颗很多啊 他就在这个低轨道里面 跑来跑去而已啊 对不对 瞬间快速消灭 当然很快就消灭掉嘛 也不要花太大的成本 对不对 所以马斯克这样的表现 难免会让他觉得说 你是不是比较靠谱 对不对 会有这个问题出现 所以商人嘛 不要去搞他太不懂了 国际政治的问题 复杂到这种程度 不要说他 连季辛吉以前稍微讲一点 比较明智的话 都已经被美国人骂惨了 因为美国人现在是浑身觉得 哇越打我钱赚越多 这个生意哪能不做啊 是属于这种很贪婪的心态 那阻挡他贪婪的这种机会 他当然会不高兴嘛 在谈俄乌战争 其实别看乌克兰好像这里赢那里赢 这才是我担心的地方 为什么担心的地方 因为普廷在这战争里面 我发现那种双重性格 双重性格很清楚了 他第二方面 就像那个打南北战争的林肯 又像我们中国古代的宋香公 他两个心态 两个角色都出现了 这种是一个政治领导人 最糟糕也最可怕的地方 什么最糟糕 宋香公说 哎呀 你有种你过河来 我们再开始打 普廷上次在宏利曼 在利曼的时候就这样子 他把乌克兰军队打了以后 乌克兰主力军就往后撤 他不追耶 他说我要尽量降低伤亡 他觉得我们是俄罗斯 同意都是斯大夫族 不需要伤亡这么多人 正常人就是飞机派出去 对不对 飞机人通通把他几千人通通打光 那是正规骤诈的部队 怎么可以让他跑呢 好了 他现在回来了 拿北约武器回来了 有作战经验 那你不是宋香公 你是什么 第二个 他又有点像林肯 什么林肯 林肯当时在打南北战争 你不要林肯坐在那个什么 华府一幅很和眉山目的样子 林肯是历史上最残酷的战争发动者 他给他底下的 希尔曼将军的命令是 要把南方子子孙孙打到不敢再讲独立 所以全部写兼媚战 你现在美国不是在殖民地时代 你到纽约波士顿看到殖民地时代 就是美国还没成立之前 很多很漂亮的房子 没有 那个殖民地时代建筑都变古迹 被保留下来 你到南方 哥伦布斯 到那个沙凡纳 到亚特兰大 你看过一个殖民地时代的房子没有 没有 因为林肯的要求他的将军说 南方不投降 我一起来全部火烧 他们叫什么 Earth Scorch 火烧大地的战术 焦土政策 对吧 这个他可以做这个 焦土 他这个是比较文雅的 我是指引火烧大地 就是说要把你所有的财产都烧光 反正烧光 人不投降 全部兼媚 不准投降 到最后 监督力没有办法了 那说好了 我不急不投降 我全部投降可以了 急不投降 不接受 全部兼媚 盖子宝战役不这样打了吗 所以林肯是一个很恐怖 很残酷的一个领导者 因为他认为如果不给南方 全部兼媚的话 以后事情麻烦 普廷像不像林肯 不像啊 对不对 哪有时候打个老半天 乌克兰的通电 通水通话 通往继续 对不对 还让这个泽兰司机在那边整天叫 换上林肯的话 第一个时间就消灭掉了 吉普丢了两个空 那个什么 空鸭蛋就化了嘛 还不一定使用核主气 那这个也是普廷今天在俄罗斯 注意到俄罗斯现在是极右派当道 不要以为俄罗斯反战 你看那这次公投就好 不是公投 公投结束以后在俄罗斯国会投票决定 杜马他们 路二有没有 对 有人反对吗 是啊 没有 对 你说俄罗斯政坛知道 老法兴怕当兵会跑 我们了解 可是俄罗斯政坛全部是极右派 比普廷还极右 每一个人主张的就是说 核主气拿出来就特地把乌克兰消灭 我担心哎 普廷会受到影响 这样搞的 普廷是他们俄罗斯里面最温和了 你看他的副手 那个以前那个总理叫什么 没有什么德夫的 他说东洋核主气就把乌克兰消灭 对啊 你美国感怎么样 对不对 搞不好 真的我们在这辈子就看到世界大战 我们看到纽约 华府通工被核子大战消灭 莫斯科也被消灭 最后全世界生在两个大国 就是印度跟中国 那很奇怪的事嘛 所以我是担心啊 他在这种性格在宋相公 跟这个林肯这两边的摆动 这种这个时候的政治领导 最危险的时候 他搞不好痛下杀手 就狗急跳墙啊 你说狗急跳墙也可以 你说教训对手也可以 你不晓得他手是什么 他手上的武器各种花样太多了 我们要来科普一下 这个水神呢 跟病毒细菌作用之后呢 会还原成水哦 不会感染也不会影响到你的皮肤 所以小朋友孕妇也试用 万万水神呢 不伤人体 适合长时间多频率的使用 如果不够用的话呢 可以干脆把这个生成机 买回家自己来使用